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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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呢 有什么问题想先问助教的 来小公主 要特别介绍一下 我们的十秒代为政 这个呢 他是特别喜欢你这种教的 所以小公主 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吗 就是听说你是阿根廷的 那你会讲西班牙话吗 可以就秀一下西班牙话吗 我没有是住过阿根廷两年了 是吗 就是会讲的就有一些像是 那我讲的是 我好友好 请问你 冷啊 不是 不要杀这种梗 这七八年就太 是吗 你又要去乡乡工作出来 不然的话OK了 乡乡工作 有没有 是山女生烈地 那是新生小姐 我不行这个 他不行我爱你 我爱你 我不行小公主 小公主下来了 这多烦你知道 刚刚我在那个后台之后 他就 老大 靠你了 你想要听到我爱你这个 前面讲一下 我不想要当你们之间的一个 我爱的球 想要大 你不要再跳 要融掉了 好好讲一下 讲完我们帮规矩 摸冰收场 我知道 那我可以让其他来回他 我爱你 你可以吗 他先讲 你再讲 然后就摸鼻子收场 这样OK了 不要说老师没照过 我可以用整首歌带给你好了 谢谢 说你爱我 我说不出口 口口口口声声的说 说爱你 这大得斗 这个位置 L.M.N.C. 掌声 都OK啦 谢谢 掌声其实想工作了 小公公手太快 这个感觉不错 有很羡慕的同学吗 是谁也想要磨鼻子 你跟她是好姐妹 你间接磨好了 你跟她磨一下 来来 就点到为止就好 不过今天啊 找吴克勤来 一起跟我们上课的原因是 因为她是唱相型的 因为你现在的歌啊 只要一出专辑 KTV都是碧典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碧典的歌曲叫KTV 碧典有啊 像桃哲的小镇姑娘 或是艾伯丽 唱一下艾伯丽 来唱一下艾伯丽 来唱歌就好了 艾伯丽 艾伯丽 让我在你家门口 相遇了 或是你在电话中 艾伯丽 你不说话的时候 也是一种 其实你在倾听我 虽然不曾说 相信你正在的 就算真的不是我的手 我真的不能过 不知道在高兴什么 你的笑容 有时候也宁可当作 你在为我假如 不知道在荒售什么 只告诉自己爱不为 一定会有寄托 在寻托 在寻托以后 能陪伴你的人 是我 众心 真的好听 这个专辑不卖 这个只有来找我啦 不要找我 他来问他们 为什么不帮你支持一下 掌声鼓励一下 真的众心 对不对 如果刚刚你讲说去KTV 男生可能会唱 类似这种歌曲 女生呢 必点的歌曲就有哪些 以情歌来讲的话 班长先 梁婷如的勇气 怎么说呢 因为那是一首 嫌女生喜欢一个男生的心情啊 有时候会以这首歌来表达吗 表白那种感觉 不会 这首MTV其实有一点长 是吗 MTV有一点长 但是就是先去就 不然先点这首歌 免得大家等你太久 你就先进去 趕快先坐下来 大家都还在打招呼干嘛 所以就开始 转员不停地唱 梁婷如的勇气 先猛唱就对了 还有呢 还有哪一首歌 小小鹿 梁婷如的爱情有什么道理 爱情有什么道理 没有什么道理 真的 还有呢 来 小萌 屋顶 你讲现在的屋顶 是男女和尚的 就这样了 那个屋顶 其实已经蛮多年了 蛮多年 大家还是唱了 现在点播率还是相当高 真的 今天有讲到男生 有讲到女生的 今天呢 就要教一个 在KTV呢 联播率始终是居高不下了 恐怖的阶段 当中音机的歌后 梁婷如的声音 是居高不下了 我 梁婷如的声音 是居高不下了 我 梁婷如的声音 她们知道梁婷如要来 是不是 有特别的感觉 对 她们很好听 她们喜欢的一些 比如说歌手啊 来现场的话 一定是会唱你的歌曲 来 勇气副歌 来准备了 3 2 1 GO 爱真的需要勇气 在线对流言蜚语 只有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我们都需要勇气 去相信会在一起 多少勇气我能感觉你 放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如果像你这个年纪 14岁到20岁的这个阶段 你到底是什么样子 大家一定很好奇 对不对 对 我就是 顺便看一下好了 我可以去麻烦一下 很土这样子啊 那时候剪的那个 最流行的那种冬菇头 冬菇 就蘑菇头 它就是前后整个只一圈 你知道那种椰子这样 然后还去拍那种 有家的柔家的唱片 是在马来西亚吗 对 后来为什么会跨界 所以说演艺圈 后来就是参加这唱的一首歌 你是用哪一首歌 唱了朋友创作的歌 还记得吗 记得一小段 好小听哦 大家现在都帮你当一个 指标性的女生的声音 当初如何出到那个声音呢 是不是先想体会一下 好来麦克风借一下 可以吗 可以啊 嗯 还有CT CT 那还是有问题吧 但是老师老师老师 你一直都是用那种 高高牌形象在 萤幕前面出现 那你可以 试试看诠释一个 就是很风寂的女人 然后勾引我们老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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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吗 你自己喜欢演戏吗 一点点 现在应该是很多人 邀约你电影啊 电视是吧 是有的啦 那你为什么不踏出这一部呢 找这一部 找一下 来了 找一下 你是不是要跳唱的吗 怎么会这样子 唱就唱 他骚了还是要骚啊 骚啊 不会 好 你自己看 对啊 你跳什么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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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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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然后 utmost 就行 怎么 跳一下 再是个 真的要的主题也是要教唱歌 教唱歌 其实两位都是专业的歌手 那靳如老师 你本身呢 有什么歌唱的一些小步骤吗 或是小tickle吗 像我自己唱歌的话 我会尽量在开唱前 少说话 因为其实讲话的声音会比较像喉咙 会吗 会会像很多主持人 主持一天的节目 他声音就哑了 真的耶 可是我们唱歌的话 可能唱一场一场会 都还没有沙哑 就是因为说话的声音 其实比较伤胆 所以要千万记得 如果你可能要去 参加歌唱比赛以前 你就要让自己安静下来 那靳如说你开赏 因为之前有不同的开赏方式 有一个是印钞的 阿信老师那个 他就是印钞 因为他唱Rocker嘛 Rocker比较是嘶吼 像这种如果是美声 强调那种情感的话 一般开赏是怎么开 下一天老师 因为我是合唱团的 就会给我一个音 我就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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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样 一直往上唱 平常啊 两位都很想去KTV吗 喜欢耶 我非常的喜欢 那可是照这样讲的话 你等于是加班 那个不一样